盛夏到南沙濕地河堂的白某河花竞商赞放 今天上午南沙濕地第二屆河花文化节开幕 推出想河打卡互动、河香饮品等特色活动 陈思平报答 南沙濕地种植了十几种河花和五种碎莲 种植面积超过一百某,总数超过十万株 这一株相识莲很特别,它叫做万维沙 有着善变女王的称号 它的花色在生长过程中会发生变化 基本上一日一个颜色 开出相识花的概率就很小 扶在水面上一点点再开出来 花的话会有几种颜色,看起来非常漂亮 放假了,带他们过来看一下这边大自然的风景 南沙濕地还推出了河香柠檬茶、河香奶茶 使用的茶底是加入了河叶的乌龙茶 等游客在上花之余还可以留一抹河香在瞬间 我刚刚才买了这个河花奶茶,挺好喝 好玩,好香的河花的清香味 清清的,淡淡的,很适合这个季节喝 文化之上还有卷族故事会 翠眉文答等特色活动 正值暑假,南沙濕地还会推出党建廉洁教育 生态科普、濕地探备等特色研学路线 今年我们也是以这个荷花节为契机 南沙湿地也专门打造了一个青年湾 这个连接教育基地 我们也会开展传承初心学党史 还有湾区青年走独湿地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也是以多种形式来弘扬这种连接文化 来发挥连接教育的激励和浸润的作用 受到台风太离影响 南沙濕地在今日中午12点钟之后暂时闭缘 恢复开放时间是天气情况另行通知 不过荷花文化节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等好天气的时候再去打卡 广州电视记者陈思平的报道